你见过这么自觉的家长吗?儿子一家三口吃早饭,儿媳孙女吐血昏迷住进ICU,婆婆不仅不担心,还好心地替儿子清扫现场,躲过一劫的丈夫,不想着治好妻儿,反而着急办理出院手续,如果不是警方赶到现场,发现家中一地死鸡,可能凶手早就逃之夭夭,至今逍遥法外,警方调查后却发现,真凶竟隐藏在丈夫的手机通讯录, 得知真凶身份,一家人集体破防,这到底怎么回事,究竟这对母女做了什么,为何惨遭毒手,致命早餐,事情发生在2014年2月12日清晨7点左右。 家住四川眉山市丹陵县的陈传华一家三口正坐在一起吃早餐,可陈传华没想到,还没吃几口菜的妻子张丽,突然一头栽倒在地,浑身抽搐不止,嘴巴里还吐出一口鲜血, 这个场景可把陈传华吓了一跳,可没能陈传华有反应,紧接着九岁的女儿,也应声倒地,跟张丽反应一样,不停地抽搐着。 没几分钟,陈传华就发现妻子和女儿脸色发紫,不时还伴随着呕吐,吓得陈传华赶紧拨打急救电话, 大约半个小时时间,陈传华护送着张丽母女到当地的医院进行抢救。 到了抢救时,张丽母女的情况依旧不乐观,不停地抽搐和呕吐,还伴随着心脏停跳的风险, 当时医生低怀疑,这两人可能是中毒了,想要尽快治疗,必须马上检测毒理,就在医生们拼尽全力抢救的时候,得知消息的警方也赶到了医院询问情况, 可医生却告诉警方,张丽母女情况不乐观,九岁的女儿因为年龄小,已经出现大脑缺氧,很可能出现脑死亡的情况, 而张丽则是多次心脏停跳,两人必须在ICU进行特别看护,虽然两名受害人无法说话。 可医院在对张丽的胃溶物进行检测时,确定张丽母女都是中毒,可中毒物质的主要成分还无法确定, 根据陈传华回忆,自家一大早一起吃早饭,当时警方就推测,有毒物质就在早饭之中。 当务之急,是先去陈传华家中确定毒源,尽力地抢救张丽母女, 奇怪的是,陈传华得知妻女中毒后,也晕了过去,经过检测,陈传华并没有中毒, 这个反应也加大了警方的怀疑,可警方来到陈传华家中后, 看到陈传华干净整洁的家,直接傻眼了张丽母女毒发后出现呕吐的情况。 可陈传华的家里,不仅地面干干净净,就连来不及收拾的餐桌碗盘都被洗得一干二净, 就连垃圾桶都被特意打扫过,根据时间推算,陈传华一家是七点半离开家, 警方是九点钟赶到的现场,这其中有一个半小时。 难道是凶手折返现场,故意破坏的现场,好在警方检查细致, 虽然碗盘都被清理干净,但警方发现,电饭包里的饭粒并没有清扫干净, 内胆上残留着零星的米饭粒,于是,警方将这些饭粒收集起来, 打包送往检测中心化验,而负责问询的警方, 也询问了邻居,结果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, 案发后,只有一个人去过陈传华家,这个人不是别人, 正是陈传华的母亲赵老泰,赵老泰住在距离陈传华家五百米左右, 平时都会跟儿子一家一起吃早饭,可案发这天。 赵老泰却没有吃早饭,还麻利地打扫了案发现场, 如此反常的行为,当即引起了警方的怀疑, 难道凶手是婆婆赵老泰,还是赵老泰故意替儿子遮掩, 行为诡异的幸存者,一家三口吃早饭, 妻子女儿吐血昏迷住进ICU, 丈夫不仅不着急,还着急为妻女办理出院手续, 警方到达现场后,却发现一地死机, 警方把丈夫列为重要嫌疑人, 调查后却发现事情不简单,究竟母女二人因何中毒, 难道是丈夫做了什么对不起家庭的事, 才想要杀人灭口,最重要的案发现场, 被婆婆赵老泰打扫干净。 而且,赵老泰当天也没有留下吃早饭, 如此反常的举动,当即加大了警方的怀疑, 可婆婆赵老泰却直呼冤枉, 称自己当天起得早就自己吃了早饭, 然后就出门买菜去了, 根本没在家,也没给儿子做饭, 只是买菜回家,看到儿子家门口围满人, 才好心给儿子打扫卫生, 看着警方依旧充满怀疑。 赵老泰也表示,剩饭没有丢掉, 全部喂给后院的小鸡当家餐了, 为了印证老太太的说法, 警方赶忙到后院查看, 可这一看, 所有人心里一沉, 只见后院目之所及, 全都是中毒的死鸡。 可见毒性有多强, 陈传华的家是两层小楼, 一楼是门市和杂物房, 平时陈传华靠卖化肥谋生, 二楼则是一家人居住的地方, 平时一楼只有门市开门, 如果有人进入陈传华家里, 周围的邻居肯定能发现, 据了解, 赵老太根媳张丽不对付, 张丽是二婚带着一个九岁的女儿, 因为家里贫寒, 陈传华年仅四十美娶媳妇, 经人介绍认识了张丽, 自从陈传华结婚, 突然家里多了两口人, 赵老太没少根媳妇半嘴, 这足以说明赵老太有动机, 可警方一想到张丽母女危在旦夕, 同桌吃饭的陈传华却没有中毒, 还是觉得陈传华的嫌疑最大, 而陈传华接下来的举动, 更是让警方加大了怀疑, 自从张丽母女住进医院后, 哪怕女儿多次传出并未通知, 可陈传华却依旧能心大的吃喝照旧。 在经过多次洗胃后, 张丽的情况有所好转, 陈传华更是劝说张丽办理出院手续, 只因家里的钱不多, 不够支撑继续在医院治疗, 无奈之下, 张丽只好同意, 拿出十万的赔偿金交医疗费, 才得以继续在医院康复治疗。 得知这个消息的警方却精神一振, 原来张丽是二婚, 前夫是一名电工, 但是在工作途中不幸遇难, 最终单位赔偿了二十万, 这件事陈传华也十分清楚, 可张丽也考虑到女儿的将来, 一直把持着密码, 没有告诉任何人。 一番调查后, 警方发现, 陈传华确实背负着3.5万元的货款, 迟迟未还, 案发前也多次被催债, 可因为钱不凑手, 只能默默忍受, 难道是因为钱的关系, 才让陈传华对妻女痛下杀手, 令人意外的真凶, 一家三口吃早饭, 妻子女儿吐血昏迷住进ICU, 丈夫不仅不着急, 还逼着妻子拿二十万赔偿金当医药费, 如果不是警方在丈夫手机上发现秘密, 可能案件至今无法告破, 当真凶被抓后, 家属集体破防, 这到底怎么回事, 陈传华这个唯一的幸存者, 身上欠了3.5万的外债, 而张力恰好手里, 有王富二十万的赔偿金, 这个事情走向, 难免让警方怀疑, 陈传华可能就是凶手, 是为了钱财残忍的痛下杀手, 于是, 警方当即决定控制陈传华, 并将陈传华带去审讯室问话, 面对警方的怀疑, 陈传华情绪特别的激动, 但就是不肯交代问题, 因为没有实质性的证据, 警方的询问二十四小时后, 也只能暂时把陈传华给释放出去, 不过这件事, 也给警方的破案提供了一个方向, 警方对陈传华进行了细致调查, 结果却有个惊人的发现, 一个尾号385的基础, 在半年之内, 居然给陈传华拨打了三百多通电话, 平均每天都会打三次电话, 更重要的一点, 就在案发的前一天夜里, 两人还有五次通话记录, 如果说两人没点关系, 估计没人能相信, 警方调取记录后发现, 这个手机号的注册人名叫黄华丽, 也是丹陵县本地人, 除了频繁的电话记录外, 两人的短信内容也相当的露骨暧昧, 有了这个发现, 警方连忙提审陈传华, 结果陈传华表情没什么波动, 还承认了两人婚外情的关系, 这可把警方整不会了, 难道陈传华真的没做什么? 为何留连两个女人之间, 还差点闹出人命, 还能如此的淡定, 眼看着撬不开陈传华的嘴巴, 黄华丽的嫌疑也逐步攀升, 警方干脆找来黄华丽询问情况, 当警方找到黄华丽的时候, 黄华丽本也不愿意承认, 可警方调取案发前所有监控, 轻轻松松地在监控里, 发现了黄华丽的身影, 就在案发当天凌晨一点左右, 黄华丽只身来到陈传华家中, 当时黄华丽手里还拎着东西, 有了确凿的证据, 黄华丽也明白狡辩没用, 当即承认了一切, 原来案发前一天, 黄华丽给陈传华打电话, 本是想让陈传华陪陪自己, 结果陈传华却说, 跟妻子去亲戚家串门, 没时间见面, 也许是黄华丽不依不饶, 打了好几遍电话, 陈传华被烦得不得了, 干脆手机关机, 可黄华丽却气得不得了, 脑子不清醒地购买了一包耗子药, 揣着药就去了陈传华家, 看着黑灯瞎火的陈家, 黄华丽本想砸门泄愤, 结果却发现, 卷连门根本没锁, 于是黄华丽就闯入了陈家, 打算给陈传华这个负心汉一点教训, 本来想放在剩饭里, 有点像剩饭会被倒掉, 于是黄丽华干脆塞进了电饭包里, 做完这一切, 黄华丽还拎走陈传华家一袋苹果一提牛奶, 殊不知, 这一切都被监控拍个正着,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, 可警方依旧疑惑, 陈传华一个四十岁都差点娶不上媳妇的男人, 凭什么游走在张力和黄华丽之间? 其实这中间, 还有一段狗血的过往, 原本陈传华跟黄华丽谈过一段, 就在两人感情最激烈的时候, 陈传华就想着出去打工, 多赚点钱, 把黄华丽娶回家, 却没想到, 打工两年回家后, 却发现黄华丽早就跟别的男人结了婚, 被伤透心的陈传华, 后来又惊人介绍, 认识了二婚带花的张力, 只是陈传华没想到, 自己好不容易走出阴霾结了婚, 黄华丽却感情破裂, 又主动贴上来, 于是陈传华就陷入了畸形的三角恋, 一方面张力是个居家型的好女人, 另一方面, 年少时念念不忘的黄华丽也割舍不掉, 只是陈传华怎么也没想到, 自己没想过越界, 却同时伤了两个女人, 黄华丽因为投毒, 被警方积压, 即将面临牢狱之灾, 而张力母女何其无辜, 虽然捡回一条命, 张力多个器官因为中毒受到损伤, 女儿不仅永远无法说话, 而且中枢神经遭到破坏, 出院后只认识父母和奶奶, 孩子的一辈子就这么毁了。